被封為大陸白紙運動推手的社群平台帳號 李老師不是你老師 最新發布了緊急的訊息 他說大陸的公安現在正在逐一的查 這個帳號裡面的160萬名粉絲 如果確認是大陸的用戶 轄區的警方就會將人約談到岸 也呼籲如果會害怕的粉絲要趕快取消帳號 也提醒大家ID 千萬不要用真實的羅馬評音 四川水電站水壩工程 將摧毀六座數百年歷史寺廟和2000多人的家 西藏人發起抗議 結果被大規模逮捕 對岸官媒看不到的影像 在海外社群平台曝光 大陸經濟欠佳 不少民間企業 甚至國營企業都會欠薪 讓農民工求助無門 還有河南多家村鎮銀行 侵吞民眾存款 人民抗議次救消息也被官方封鎖 X平台上的李老師不是你老師 頻頻發布白紙革命 強制徵收土地 強拆民宅或討薪維權的消息 惹惱了大陸政府 在平台上發布緊急通知 表示大陸公安正在追查160萬名粉絲的背景 呼籲害怕被調查的人趕快取消關注 另外檢查ID 不要用自己的真實姓名拼音 如果只看不留言 快把帳號設為私密 並避免使用近年生產的大陸製手機 尤其是華為的產品 貴州森林大火其實燒毀了很多民眾的家 許多人翻牆投稿 披露見不得光的圖文影音 讓李老師不是你老師成了訊息交流中心 外媒報導李老師的帳號本尊叫李穎 2015年起旅居義大利 由於踩到大陸政府紅線 讓他頻頻收到死亡威脅 當地工作收入斷炊 在家鄉的父母被騷擾 帳戶也遭到凍結 顯示大陸政府強力維穩 容不得絲毫挑戰 TV別新聞綜合報導 被稱為是學育女神的周庭 她最近透過影音頻道 分享她在香港坐牢時的所見所聞 那是因為香港警方先前已經放話 要終身的追捕她 所以周庭也在影片裡面說 雖然之後會分享日常生活 但是基於安全考量 所有的影片都會以室內拍攝為主 不會拍攝接到這些室外場景 流亡加拿大的前香港眾志成員周庭 更新了閒置三年多的影音頻道 分享她在香港監獄坐牢 約莫十個月的所見所聞 影片上架14小時 點獄率突破37萬人次 說回11月23日 我被要求還押之後 就立刻被送到大男女懲教所 那時候剛剛開始監獄的生活 當然是非常之不習慣 每一天都是以慮洗臉 2019年8月 周庭因為在警察總部前示威被捕 由於身份敏感 周庭被列為假籍囚犯 遭單獨關押 不過平常時間照樣得體力勞動 三餐飲食也和一般囚犯沒兩樣 除了要洗羅湖懲教所 囚犯的衣服 包括是囚衣 睡衣褲 內衣褲那些之外 還要是負責洗懲教人員的制服 監獄的餐就有四個選項 一個就是普通的中餐 然後就是中餐的素餐 然後就是印度餐和西餐 選定了之後除非你後來 再有特別理由申請 如果不是你都會一直吃同一個餐 周庭回想起監獄生活 語氣和表情很淡定 不過回憶起上囚車的經驗 則是讓他心有餘悸 他描述香港的囚車 被稱為鐵甲威龍 這段恐怖經驗 導致他害怕密閉空間 即使身體不舒服 也因為不想搭囚車 寧願不去醫院就診 周庭也爆料 坐牢時寄出的信件 朋友都能收到 唯獨6月4號當天的信件 即使和政治無關 朋友也說沒收到 讓他至今印象深刻 TVB新聞綜合報導 好我們知道大陸在實施反間諜法之後 當時讓很多的外資 對中國的市場可以說是失去了信心 但是最近呢 中國大陸他們更進一步的更新了 保守國家祕密法 所以今天的中國觀察 我們也邀請到我們的新朋友 這個特派記者林明珍到現場 幫我們分析明珍好 薛妮好 大家好 好 對很多觀眾朋友本來想說 以為是運文 但是運文已經回中國了 所以接下來有時候會有明珍來陪伴我們 那我們剛好講到 這個保守國家祕密法 其實第14屆全國人大常委 第8次會議 在今天上午已經閉幕了 那當週會議 其實也有通過新訂的保守國家祕密法 所以我們想要請教明珍 這一次會議有哪一些重點 好 中國大陸為了替全國兩會做準備 那麼全國人大常委會 第8次會議 26號起是一連兩天在北京舉行 那麼這場會議它被受國際關注的是 會議經表決通過了新修訂的保守國家祕密法 那麼修訂的重點有哪些也幫大家整理了 那大陸官方給的訊息是 第一個是確定保密事項範圍的原則 再來是進一步規範定密的權限 第三個是細化涉密人員合法權益保障 以及是完善涉密人員離職的管理措施 那麼當中這個涉密人員 他離職管理措施是規定 涉密人員他在脫密期內 他是不能違反規定來就業和出境的 等到脫密期結束以後 還是要持續的履行保密的義務 那麼又一個比較容易理解的說法就是說 你涉密人員即便是離職了 他還是得接受官方更嚴謹的管控 而且他這個規定是除了國家的秘密以外 還有工作秘密也是被納入了重點的考量 大陸憲法還有法律委會經過研究後就建議 如果有機關或者是單位 他們獲取的非國家秘密洩漏後 會造成一定的不利影響 那麼就會根據相關的規定 來採取必要的保護措施 那麼對於上述這些內容 就有西方的學者做出評論了 他們認為這是意味著大陸的決策者 到目前是將社會穩定還有國家安全 放在比促進經濟成長還要更重要的位置上 是的確先前這個反間諜法推出之後 很多人都會覺得有點怕怕 甚至有些企業也移出中國了 那這一次這個保守國家秘密法 新訂如果更新上路之後 不知道會不會有一些影響 這個後續我們也會持續的觀察 接下來我們要先帶大家來看到 是這個棒球巨星大股翔平 他受到全世界的關注 大家都一定聽過他的名字 但是現在大陸福建有一家企業 他們竟然打算要用大股翔平的名號 來申請商標權賣什麼東西呢 賣包括泳裝 嬰兒裝 鞋帽 維京這些商品 不過外界就很擔心 如果大陸政府通過了申請 有可能會引起國際糾紛 史上最高薪的球員大股翔平 人紅是非多 有一家來自大陸福建的公司 打算用大股翔平的名字申請商標權 旅居日本的大陸籍媒體人 周來有踢爆 福建這家公司申請的商品類別 包含T-shirt 泳裝 語具 鞋 帽子 手套和圍巾等等 去年12月提出申請 目前正在審核 周來有表示 過去也有大陸企業 利用日本皇室成員姓名 註冊商標販賣衛生用品 一旦大股翔平的商標審查過關 恐怕將引發國際糾紛 他還有另一個 走開 Otani 又再做了 周來有指出 棒球在大陸雖然只是小眾運動 然而過去幾年 棒球受歡迎程度提升 大陸媒體也逐漸關注起 棒球巨星大股翔平 但其實被商標蟑螂盯上的不只有他 NBA傳奇球星喬丹穿過的冠軍鞋 拍出6700萬天價 同名鞋款 Air Jordan受到球迷熱烈追捧 不過大陸有個山寨品牌 喬丹體育被喬丹本人告上法院 歷經8年禪送財勝訴 另外大陸還有山寨版無印良品 壯告日本無印良品侵權 最後日方不僅敗訴 還得賠償新台幣270萬 讓大陸的山寨印象深值人心 TV別新聞綜合報導 好我們剛剛在新聞裡面看到這個 中國要提交大股翔平的商標申請 但是其實這已經不是中國第一次這樣做 我們想要請教閩政 過去中國是不是也有很多這種 商標蟑螂的案例 而且看起來好像還蠻多的 好想先分享一下 今天看到這則訊息 我自己是蠻訝異的 因為就我自己的了解 有別於台灣 對於棒球的狂熱還有喜愛 在中國大陸 其實棒球產業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像在去年的時候 杭州亞運前 我們要採訪大陸的棒球市場 其實我們就發現到很多就是生產 跟製造棒球相關設備的大工廠 是台灣人經營的 那還有很多學校的棒球教練 是從台灣挖角的 那也就是說在大陸 棒球的發展 其實是不像足球還有籃球 那麼樣的成熟 所以現在看到 目前不是特別重視棒球的大陸 他們居然有商人是受到了大股祥平的商機 用他的名字來申請商標 所以就引發了很多議論 就有人認為這可能是商標蟑螂 也就是說 申請方他主要的目的不是在於使用這個商標 而是要用於威脅起訴 使用這個商標的其他人來獲取利益 那麼日本媒體東京體育就有報導過 近幾年大陸很多公司多次註冊 和日本有關的商標權 例如大家比較熟悉的就是五印良品 他們在進軍大陸市場的時候就發現到 自家的品牌早就已經被北京 都勉腆仿製品買下 那麼北京這家公司呢 他不但是模仿了五印良品的商標 甚至是連經營的方式 還有商品都被認為是富士貼上 那麼儘管日本都是多次抗議 說北京他是山寨的 不過他還反被告 他是侵害了商業的名譽 雙方你來我網告了20幾年 多次都還是北京山寨版告贏了 那麼同一篇報導也有提到 在大陸只要有流行的東西就很容易被申請商標 像鬼滅之刃 還有日本皇室成員的名字 也都有被申請商標 然後生產產品過 另外還有一個非常著名的案例 就是籃球之神喬丹 他的中文名字還有圖像 也曾經被大陸一家名為 喬丹體育的公司挪用 那麼喬丹他本人是在2012年的時候 提起訴訟 在8年的攻防戰當中 出現過一個說法 就是中國的最高人民法院認為 大陸喬丹體育他的商標 其實是沒有體現喬丹個人的特徵 也不具有識別性 判決喬丹體育的商標 是沒有損害喬丹他本人的權益 那麼當時國際上大家就認為 哇大陸實在是不重視 智慧財產權還有商標專利權 也因為過去有這些案例 所以也可以看到 中國大陸他在面對商標 還有專利爭議的時候呢 都有自己獨特的解決模式 是的確就我們講到這個商標問題 很多商人好像都在中國大陸 在這件事情上面有吃過一些虧啦 對那麼其實呢這一次呢 大股翔平現在已經被提交商標申請了嘛 被中國大陸提交 但到底會不會通過 這個我們也會持續的關注 但是當然他會引發擔憂 也是可想而知的 好那我們也今天非常謝謝明珍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個為新文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